俄关注中共如何使用俄制武器被用来保护东风导弹,2015年莫斯科航展上展出的米格1.44战机,中国歼20被指向米格1.44官方控制的俄罗斯主要媒体最近刊文,分析中国如何使用从俄罗斯购买的苏道35战机和F400防空导弹。 文章认为,这两种武器将被用来保护中国,主要用来攻击美国航母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分析还认为中国未来还会继续从俄罗斯采购武器。 中国一些军工领域仍然落后俄美受克里姆林工控制的俄罗斯主要大报消息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军工科技在最近30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功。 但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不足,比如在远程防空导弹和重型殲击机领域,中国仍然落后。 俄罗斯和美国这篇由军事历史学家波尔坚科夫所撰写的文章说,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成为未来中美两国爆发潜在军事冲突的地区。 为了应对美国海军航母威胁,中国成功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款主要用来攻击美国航母和大型水面舰艇的反舰弹,倒导弹东风21D这种可移动式的反舰弹道导弹,目前成为中国暗防力量的主力。 反舰导弹有短板苏负35和S400为东风构建防御网,但东风21D的一个短板式很难应对巡航导弹和无人飞机的攻击而美军从1991年起就在积累对付一动式导弹发射系统的经验。 对中国来说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是为东风21D组建可靠的防御系统来应对空中打击。 文章说中国在沿海地区成功组建了有远程预境雷达系统、重型远程尖机机和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所构成的防空防御体系。 但中国在开发重型远程尖机机和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方面,却遇到问题进展不顺利。 这成为中国从俄罗斯采购S400防空导弹和苏到35战机的主要原因,S400能随东风机动中国还将采购S500文章说, S400防空导弹的最大优势是能非常容易的很快部署和发射。 由于S400系统具有非常好的移动性特点, 这是S400系统能为准备发射的东风21D反舰导弹轻而易举的提供有效保护。 S400系统既可拦截飞机也能拦截弹道导弹, 而且S400防空导弹也处在不断更新和完善中。 S400系统中最新式导弹的最远射程能达到400公里, 同样能拦截60公里远的弹道导弹目标。 文章说中国过去从俄罗斯采购了S300防空导弹系统, 又采购了S400毫无疑问, 中国还将会采购S500防空导弹等俄罗斯武器, 而且为了避开美国制裁, 双方也可能会使用两国本国货币结算文章。 还认为由于不满, 中国从俄罗斯购买先进武器美国罪, 竟对中共军方实施制裁, 通过军售让中美对抗, 有意向中国展示打航母潜艇俄罗斯, 一直试图通过军售, 引发中美军事对抗。 消息报的这篇文章, 再次验证了许多军事和政治评论人士过去的分析, 那就是俄罗斯通过向中国出售武器, 也想达到其他目的, 包括把中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对抗美国上当中国集中力量对付美国时, 俄罗斯可以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游戏, 是在远东地区, 能够减轻耐人寻味的事。 俄罗斯继续积极向中国展示攻击美国航母的其他武器和科技, 中国海军代表团几个月前访问俄罗斯北方舰队时, 俄罗斯军方首次让中国海军领导人参观了一艘核动力潜艇, 苏联当时设计这种级别的潜艇时专门用来考虑攻击美国航母, 俄重视中国怎样使用和在哪里部署俄制武器。 俄罗斯,非常重视中国如何和怎样使用, 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装备, 并密切关注这些武器装备部署在哪里。 中国军队的苏道35战机, 伴随轰6K等战机今年春季环绕台湾岛飞行, 以及在南中国海地区巡逻后, 俄罗斯一些主要军事媒体立刻转发大量图片, 对此报道分析, F400防空导弹和苏道35战机是最近几年中俄之间最大的两笔军火交易, 同时也深受外界关注。 俄罗斯从今年起开始向中国交货F400防空导弹, 在中国采购的24架苏道35战机中目前已经有14架大货, 并全部被部署, 在离台湾河南中国海,不远的广东湛江地区对国产战机没信心购入苏道35解, 然没知己苏35战机已经在叙利亚战场投入实战。 许多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说中国采购苏-35可能考虑到这种战机能被立刻部署和投入实战。 他们认为虽然中国媒体上有很多称赞中国自己研制的歼-20战机的言论, 但这可能同中国试图为歼-20打广告有关歼-20, 虽然被报道已经投入服役, 但中共军方可能仍然对这种战机没有十足把握。 军事评论人士德罗兹坚科说歼-20很可能仿制于俄罗斯的米格战机, 德罗兹坚科兼-20确实非常像俄罗斯, 准确说是苏联研制的米格1.44战机米格1.44层同俄罗斯, 后来开发的T50也就是苏道57第五代战机相竞争, 但后来拜北洛选被打入冷宫米格1.44, 目前停在莫斯科郊外如科夫斯基飞机试验基地的仓库中, 尖端武器仍然离不开。 俄罗斯德罗兹坚科说, 中国仍然无法摆脱在尖端武器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 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将持续下去。 中国兼-20战机的一个关键弱点, 是配备了老式的俄罗斯发动机。 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说, 只有当中国能开发出成熟和可靠的战机引擎后, 中国的国产战机才能说真正具有战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